玫瑰花的藏 玫瑰花的藏 玫瑰花多数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点 让我能真的看见 空白上数一点 想陪你不知一点 多一点 让我心甘情愿 好 欢迎我们到正经一段 欢迎欢迎 这名字谁起的呀 群策群力吧 为什么要起正经乐队 这个名字 我们在一块吃饭 然后想着弄一个乐队 他说行 那弄个乐队 我说这是正经想弄吗 他说正经想弄啊 那正经乐队吧 体位的友谊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们仨本科是在一个学校 然后他是08级的 我们俩是10级的 就是我们仨认识要早一点 然后认识他 要稍微晚一点点 他是把我们串起来的那个人 乐队就四个人是吗 就是你们四位 这固定搭配 是的 那正经乐队的音乐 是什么风格 从他的装束就看得出来 对吧 一般我们说乐队 很少就是穿成乐阳演唱 你说他是领结吧 觉得很正式 但是领结上面呢 还有个吊坠 吴老师 你看他手上拿的这个大提琴 他原来是我们学校 交响乐团的团长 然后我原来是我们学校 合唱团的团长 然后这个是我们 古玩学社的社长 三位领导啊 团长 团长 社长 没有 我们这是按照 业务能力排的 业务能力不行 当不了领导 行 然后呢 也就能看出来 我们几个是很喜欢 这个像美声啊 像交响乐 这些偏古典的东西 这一类东西呢 大家往往觉得 会有一点点欣赏的门槛 好多人一听到这个东西 就还没有听到 就望而生畏了 我们就觉得说 可以用一种自己的方式 把我们非常喜欢的 这种音乐形式 用更轻松 更通俗一种的方式 展现给大家 然后就有了 我们现在这种音乐风格吧 就是有流行 但是又有这种古典的 像美声啊 然后有大提琴的 这种交响乐的元素 然后我们的编曲里面 也会有时候借鉴一下 比如说巴赫呀 有时候借鉴一下 这个柴科夫斯基啊 等等的作曲家 就是向他们挚个镜 想以这种轻松的方式 把我们喜欢的这些古典东西 介绍给更多人吧 音乐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苍白 应该直接就让他们 来露两手 马上要带来这个作品是 宠爱 我们伴奏起 然后您两个也先唱 然后我来把您带跑 我好想对你对你从来 断断几个礼拜 而因为你而不在 有一束光暖暖地照下来 忍不住地笑起来 因为爱 每个声来唱的话 又别有一番珍贵啊 感觉像爸爸在给宠爱 自父般的宠爱是吗 换人之间感觉 就不那么轻快了 但是很有意思 这确实是有一种 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你唱着唱着 就从年轻的宠爱 好像慢慢就有了一点 岁月的沉变的感觉了 你们一直以来 音乐的风格就是这样的吗 只能说是比较出乎意料吧 刚才我们是把流行音乐 然后换成了一个美声唱法 那能不能把一个古典音乐 然后你能转换成 流行音乐的风格 要不然来一个契乐演奏的 巴赫有一个 很有名的大提琴曲子 大提琴五伴奏组曲 一组曲的前奏曲 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排练 我得拉这个曲子 然后拉了没两句 他们俩的鼓就进来了 这个曲子就一下变了一个风味 就这个古典音乐 本来国内国外都是老人听得多 我们就总说说 古典音乐听众的头发 越来越白 怎么能把一个古典的作品 让年轻人也喜欢 结果他们俩一加 好像这答案就找着了 所以咱们要不来个这个 试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画面感觉不一样了 你看到了什么画面 刚才那个特别像电影里边的 配器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巴赫的这个旋律的话 加上古典以后 它有一种紧迫感和追逐感在里边 但是它的这种追逐的话 和紧迫的话又不是压抑的 其实是很放松的 色调很明快的一种感觉 这里边的故事性 就会丰富了很多 我会觉得更加适合 现在人的一种欣赏的习惯 我觉得可能更欢快一点 我会觉得像跳鱼 在一起舞蹈的一种感觉 但是中间又给了 大提琴足够的空间 有一个单独的solo时间 又回到了古典 没错 就是说让大家知道 它原汁原味的东西 但是在古典的这个影响下 尤其是现在的 电声的古典的影响下 它也会变得不太一样 我发现了 就是我们这个正经乐队 他们的音乐 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 好像就年轻人 自己独有的一种音乐态度 原来小的时候 是学专业的大提琴 对 我是从小学这个 然后结果考大学的时候 并没有从事专业 对 然后回来了之后 还依然就坚持着想 要继续玩音乐 你觉得音乐对你来讲是什么 人可以从事不同的工作 可以做不同的行当 但是你所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你 向生活讨求智慧的一种手段 手艺人呢 你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边 从头到尾完成一个作品的 就这种体验 其实我觉得是让人 最欢快的部分 这个和他的经济回报 和他的收入没有关系 而是做这个事过程 本身是让人快乐的 所以现在还有其他的 本职工作吗 教学 你们几位 除了这个乐队之外 有自己的工作吗 像我的话 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歌手 你们两位呢 乐队要占多大的比重 我就是百分之百 平常就是做 跟音乐相关的一切事 因为我是世家 我父亲也是搞音乐的 我父亲是中央命中乐团的 然后我从小学的钢琴 然后打击乐 然后急的就是 因为会钢琴 就自己摸出来了 那我们打击乐老师呢 我是做图像史研究的 然后我现在也做 人文科普的作家 然后写作 然后人文科普的安人 在你这个打击乐 这个组合里面 我觉得现在舞台上呈现最多的 就是你这一趴了 咱们就从这个二踢脚开始介绍 二踢脚 放反了 反过来它立不住 你知道吗 就是刚才他们把这个乐器 带上来的时候 你就很好奇 我太好奇了这个 长得太好看了 就是往这一点 就是碰子这样的 来给我们从它讲起好吧 这个东西叫雷棍 雷棍 对 也叫雷声筒 它是专门模仿打雷的声音的 它还可以打炸雷 它就是专门模仿声音用的打击乐 那这个的话 是不是跟这个雷棍 是可以搭配着使用的 它叫海浪谷 对 晕船的人少听那个 你这干还挺澎湃啊 嗯 手法非常简直 我在家呀 绿豆啊 摘身面粉啊什么的 都是这工种 这两个要是一起的话 会呈现什么像 会特别吵 我建议再加一个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这个 这叫雨棍 雨棍 不是先得来雷 然后才是雨吗 咔嚓一身炸雷 打雷 炸一身 打雷了 打雷了 不穿这身衣服 大家以为到了一农家乐 不是啊 像这几个乐器啊 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 对 它们可以充当很多的 擬声出现 没错 把这些东西 加到我们的演奏当中的话 它就更加的丰富 嗯 有趣的人就会生发出 很多有趣的音乐 那这些音乐 你们都是在 一个小的范围内一起玩 还有说有的时候 也会开 类似像音乐会啊 这样的一个方式 给更多的人分享 我们几个好像 大概是从19年年初 开始凑到一块 我们就开始 把我们排练的一些视频 传到了短视频的平台上 嗯 有的是正经的音乐的输出 有的就是谁错了 大家互相插科打混 后来发现 网友对这个东西 是特别兴趣 然后就开始有人问 说你们什么时候 开线下的音乐会 我们一定要去看 说那就试试开一场吧 于是我们就发现 竟然会有人 打着飞机 在北京订了酒店 就来看我们 一半是音乐输出 一半是互相插科打混 包括现场互动 像脱口秀一样 是不是 所以我听说那场音乐会 你们只有一首自己的作品 剩下全都是 这个状态的演出 是不是 基本上是这样 包括我们可能 头半年左右的时间 可能都是这么个状态 就一首作品 都敢开演唱会 嗯 解释一下 当时 当然是乐队 有一首原创作品 然后但是像我啊 像他平时 就是都会自己写一些歌 然后拿我们俩歌 凑一凑 然后还有一些 制定经典的歌曲 像刚才我们 开场串烧里面 提了一句的 那个《我的太阳》 是 还有就是像各种各样 这种经典的 不管是国内的 还是国外的歌 或者是串烧 或者是改编的形式 给它做到一块 我觉得我们内容 规划的还可以 虽然当时乐队的原创 只有一首 那首作品是什么 那首作品叫做《木云》 叫做木云是什么 放木的木 云彩的云 词曲是谁来创作的 词曲 哎呦 唱 演奏都在这儿呢 是不是 那现场要不极兴趣 跟我们来一下 让我们感受一下 你的第一首原创作品 好的 可以吗 好的 来 有请 发动机这一路向前 在五月末的春天 慌着你 白云都在我眼前 奔向远方不必彷徨 在路消失的地方 想着你 白云就在我面前 去往的烦恼 去往的烦恼 不需要心疼 等着你来到 每场是真小爱呀 baby oh 爱 真的很好听 我们是能够从歌里边 听到那种放空的感觉的 刚才的那种 平静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在去往一个 我想要去玩的这个目的地 我要逃离一个地方 那样的感觉 但是也听出一点 毕业季的感觉 就是好像在一起生活了 四年的兄弟们 度过夏天的话 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 我们要各自奔向自己的前程 然后也有这样的感觉在里边 所以你说一首作品 其实很有意思 心中都有不一样的画面 在呈现 我听的时候 我想到的那个旋律 就是一个少年在路上 然后他欣赏了一路的风景 然后心情非常愉悦 云淡风轻 好像在往前走 前方有无限的期待和渴望 是这样一种画面 有句话说 听音乐的时候 开心的时候 入耳 难过的时候 入心 所以你看 他们的作品 就会给我们很直接这种感觉 每一个人 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输出的方式 但是集合在一起 就可以给不同的听者 带来不同的感受 这我也觉得是正经乐队 正儿八经地 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感动 没错 听完了他们的原创之后 然后我就现在特别有一个什么想法 我们用自己不同喜欢的音乐 来考考他们 看看他们到底能正经成什么程度 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印象不到 你觉得这种的 可以啊 你先来 比如说粉红色的回忆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试试看 试试看 我只会前两句词 要不然我先唱 一 二 三 四 夏天 夏天悄悄过去 留下小秘密 呀 心里 呀 心里 就告诉你 我从前往前告诉你 我又想起你 就是不能忘记你 嘿 不能忘记你 把你写在日记里 不能忘记你 心里想的还是你 浪漫的夏季 还有浪漫的一个你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挺好玩啊 谁就是把词记得越全 岁数就越大 全程你都唱下来了 不言而语 我们可以再来一首 不往美声那赶了 换一个 哎 我的太阳吧 我的太阳确实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版本 那我们来试试吧 怎么 听辞 我算的话 哪着是那的 reading 没那么 etwas 大 清新的空气 令人 empower 精神爽浪 啊 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 还有个太阳比这个更美 啊 我的太阳 那就是你 啊 太阳 啊 我的太阳 那就是你 灿烂 灰光 有意思 卡丘卡能跟我们先跳来两次吗 我听一听你们改完最后的两次 用口罩吧 什么意思 小泽 啊 小泽 啊 小泽 啊 小泽 我说的 小泽 啊 我觉得他们很幸福啊 完全没有音乐的包袱 完全就是享受在其中 觉得就是一件 有意思的好玩的事情 你们觉得正经乐队 以后的这个音乐 你们会想往哪个方向走 想要把我们做音乐 这种快乐的真诚 逐渐地回归到音乐的真诚 就有了我们接下来 要做的后面的原创 那这个可能是 我们后面的发展路线 那这个路线 其实大多数是 从观众的反馈来的 而不是我们自己 几个人坐着想出来的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在回答着 我的感受是正经乐队 他们四个人 是一个矛盾体 每个人在音乐当中 都有自己的一个解读 有自己的职业 有自己的爱好 包括你们输出的音乐风格 是多样的 可以是矛盾的 可以是被人喜欢 或者又不被人所接纳的 但不妨碍你们继续追逐它 继续热爱它 继续做下去 谢谢你们 谢谢正经乐队 最后的时间 能不能再给我们 带来一首你的作品 也用一个完整的舞台 再让我们感受一下 你的音乐的魅力 好的 最后就拿一首 我们现在还没有发布 就是如果这一次唱出来 可能会是一个首发的歌曲 《鹰仙座》 《鹰仙座》 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八月份的一个夜晚 那天正好是 《鹰仙座》的流星雨爆发 然后我当时就把 我想要看流星 想要对着流星许愿 流星给大家带来的 那种美好的心情 我根据这些星空 去联想到的一些神话故事 我们以前的一些传说 都写进了这首歌里面 我们一起小听吧 来 有请 《鹰仙座》 划走着跨越银河的音符 一声而过就坠落 它是否能知足 而我取消的光线 穿越多少个光年 静覆着你的脸 温度不退下时间 只希望是你听见 听见你的声音 却固定在转换的心 转换的心 在路顶角 背对背 让彼此靠近的心 正化了这 每一遍 对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